字幕提供 這裡做電視櫃 還有電視場 它沒有放電視 其實坐在這裡看過去是比較舒服的 整個廳和餐廳 連起來在這裡 比較舒服 感覺是這個單位的主要 如果你買高筒的單位 可以看到非常之軟的軟頸 還有旁邊有個小條 有條河穿過 所以看出去就比較棒 旁邊就是五月廣場 很近的 走路都可以到 因為這個示範單位是南北通透 這裡你打開倉庫和餐廳 很通風 如是採光這邊沒問題 這個樓台也是全盡送的 這個樓台 它不計入橙拳面色 如果這個位置有 出道這一塊 你看看 這裡 出來這邊就是一個洋桌 可以改的 這個位置 一半 你可以用一半 等於說這一塊 就可以封住 交樓之後 可以封住 可以做一個功能房 或者是你去做多一間房 都可以的 其實這個房間 就看完了 非常之正的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嘉智爺的阿聰 今天來到大亞灣的三遠 漁和餐這個樓盆 這裡是我們的發展商的美女 劉小姐 劉小姐 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交通的情況 先 紅色板塊就是我們這個山銀河園 門口這條路的話 就是我們的隆隆路 往東邊走的話 這邊去黃建行愛旅遊區 往西邊走的話 這塊去深圳平山 在我們鄉本比灣 然後這邊去蕭州南站的 南邊的話 就是大亞灣行政服務中心 和換新科技園 這邊是整個大亞灣 最中心的地帶了 這邊配套也很齊全 然後就是交通也很方便的 像我們從深圳過來的話 可以從兩條高速 兩條地鐵過來的 像樓福田過來的話 可以走沿海高速 到二頭出入口下 右轉的話 全程就是60分鐘這樣子 然後深圳段的話 是免費的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說有一小部分 是6塊錢的雇路費 這樣保安 保安隆滑過來 可以走這個機殼 轉身上 在坑子下高速的 直接過來 應該也就90分鐘左右 除了自駕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坐高鐵地鐵過來 像現在最近的話 地鐵14號線 港下北到沙田站的 沙田站到我們的項目的話 也就是10公里的距離 門口的話有公交車 266可以到達我們這個項目的 然後高鐵的話 就是這個夏生高鐵 然後深圳北站到我們惠州南站的 惠州南站的話 過來也就是10分鐘的車程 門口的話這邊也有 公交車可以到這一塊的 209 嗯 然後要是說深圳過來的話 我們這邊 哪一個 就是高鐵的話 西九龍 哦對 就是說從香港過來的話 我們就也有一個高鐵 高鐵的話西九龍 它是從 從這邊過去過去的話 應該也就是90分鐘左右這樣子 一百塊錢的票價 嗯 對 那麼我們 看完這個沙棚吧 我們現在 這個屋卷買著樓層 還有我們 大概一起幫我們介紹一下 嗯 現在我們位置就在這裡了 以後它這一塊是我們小區 一個休閒會所 二樓會有起碼式建設法 余教是這一塊的 然後整個小區占地15萬 見面65萬的 分六七開發 總共還有35棟住宅 兩棟幼兒園的 這邊的話是我們的一到四七 已經交流入火了 入住又達到百分之四十 現在賣的話是賣的 我們的五七的產品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的 配搭它這邊也比較成熟 然後像我們的 會所旁邊的話 有個一千平米的泳池 一七的話這邊有個 網球場 裡面走的話 二七有一些小孩子玩的 游泳場所 三七的話就是一個母外廣場 四七這邊有幼兒園 現在的話我們在賣的話 就是改成型的戶型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然後它面積的話 最小是一百一十二的 三加一可以做四房 後面的話一百二十六 四房可以做五房的 二十二棟龍王的話 它面積比較大 前面兩幅是一百二十七的 三加一大四房 後面這個是一百四十一 四房可以做五房的 這我們的首付 大概就是六萬到八萬 對 首付的話是首付六萬 然後我們是縱順 縱順二十幾萬 最高的話可以縱順二十六萬 這樣子 OK 那我們現在正好 這麼好的套館 首付六到八萬 月工大概五六千元 到就可以搞定了 是嗎 送裝些現房 對 而且它還送了裝修 是現樓 你不用等 也沒有人家收樓的風景 對 先吧 好 那我們即時上去看看 上面的單位是甚麼情況 好 那我們等一會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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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到這個示範單位 二十四座的四樓 電梯出來是有兩個的 一層有四戶 兩梯四戶的單位 沒錯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示範單位 這個單位就是一百一十二層 可以看一下 三房 兩廳 兩個廁所 雙陽台的一個戶型 我們進來這裡就是 隔壁廚房和餐廳 客廳對過他們的陽台 那個房間是在廚房隔壁 去過渡那邊 一個是和陽台一個方向的 另一個就是朝著裡面 看著花園的 再過去呢 有一個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 帶著一個套間的 有一個套間的 一個洗手間的 廁所 然後這邊 對面呢 就有個陽台 陽台那個是一個 半征中的 就是你可以改成一個房間 也可以 就是等於說 三個房間和一個陽台 可以改成房間 就可以變成四房的 這個單位 OK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沒錯 一來 видно 可以看到門 都是在那外面的交流標準 又把這些 電子ка電子 和一張卡都有 今天進來 ICI 我們看到 這個視頻單位 較棒 以及空間感比較大 因为它是112平台做到4房 我们看看这个入户柜 整个柜是做到上顶上墙的 那储物空间是足够的 这边是放鞋计的 整排都是 中间我们放一些装饰品 或者像现在我们展示那样 上面也是一个收纳柜 比较大 那出来就是我们这个 厨房 厨房 它弄了一个L路形的厨房 里面的三件都是我们收纳柜的交流标准的 包括我们的 抽油烟机 煤气造 这个消毒柜 这边是洗菜的地方 前面可以做 做一个艺术器 它遇留了这个空间 这边是做雪柜的 平时用一个 三门式的雪柜就可以了 出来就是我们的餐厅 看 餐厅放在一个四人围的 一米四的一个桌 一个位置 可以坐到六个人 六个人都坐得下来 整个空间都可以 很广 你可以放一张大一点的餐桌也可以 我们先看房间 我们先看房间 先看房间 这边有 第一间房间 这个房间 和阳桌是一样的 看着圆灵 另外一个 你看到这个房间 你这里放了一个 应该是 尾五的墙 你去放一个 尾八的都可以的 其实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 包括 两边的 那个长途柜 长途柜 还有这边是做到 到顶的 衣柜 你都可以和这个示范单位一样 这样做的 做到顶的衣柜 其实你放那些衣服 那些东西 全部都放得下 这个空间就比较舒服了 是一个 这个飘窗 而且这个飘窗是全尽性的 你如果在这里 做到就很舒服了 做到一个小小的椅子 可以在这里 红酒、咖啡 或者做个办公台 都可以在这里 这些 整个房间 属于我们的一个次我 但这个看到的空间感 基本上会去到 13至14平米左右 这里就比较 开幅 比较空间可以 整个空间都可以做 是 这边还有一个 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 它放了 背座的墙 差不多 这个应该是 做个 小孩子住的地方 小孩子住的房间 基本上这样 这里的一个位置 你去做和这个 做到顶的衣柜 还有这里 放一个床头柜 也够的 然后这个位置 有窗 彩光是没问题的 不过 就是旁边的位置 会有些 有些挡柜 外面那些有一块 凸出来的 最后这个还有两个 这里是四房 可以说是四房 这个是三房 四房 一、二、三、四 这个是阳台 阳台可以 轨成一个房间 是房间 这个阳台就是 寄入 一半的面积 一半的 一个半的面积 送入一半的 后期我们收纽 可以叫师傅来 和你封仓 整排都封了 封了仓之后 可以放到 一米五个床 还有 很大的空间 不是买了衣櫃在那里 这边 因为它是这些 赠送一半的面积 所以 它会供摊 就会晒一点 我们使用的 就会高一点 这样 看看 这个就是 第一个厕所 它做了这些 死手台 还有 坐刺 还有光线分离 其实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搞定 你一个人 你又不去 你又不去 包了这个厕所 这个光仓 没错了 我们看看 主阳房 这个主阳房 先让一下看看 你先试一下 那我就 刚才一个人是旧 一个人可以的 他做了光线不离 这个 这个阳台应该是 打不了 这个阳台 它码筒 洗手间 洗手盆 这些 梳梳镜 都有了 这些都够了 不过 蔡江的 窗也够大 不过 隐私性 就要把 窗帘拉下来 这里就是 主阳房 来到主阳房 主阳房 它就 做了一个 到顶的衣柜 差不多 1米8左右 我们放山 放其他 衣物 都够了 这个床 是 这个床 就是1米5的床 可以放大一点 可以放到米8 因为这个空间也不小 这里就做了一个 全境的 留地仓 以及 这个飘仓 全部是送的 这个飘仓面积 大概都有 两个几方 这里其实我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的话 如果想做回 泰泰味 就更加好了 是的 交楼时 这些 基本上 价钱都可以自己买 不过你找起家买楼 就有 送你冷气机和电视 我们的粉丝是比较 对的 等于可以省点钱 然后我们到了客厅 在这里 它的开间是比较大的 4米多 4米多的开间 这个开间是有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示范台位 就放了一个梳法 还有 茶几 就放了一个圆 然后两边放了一个桌子 还有 长方形的桌子 这里做了电视柜 以及电视墙 它没有放电视 其实坐在这里 看过去其实是比较 舒服的 整个 整个 餐厅 比较舒服的 感觉是这个单位 非常之附落 很附落 整个吊顶和这些 因为这些示范单位做得比较美 所以这些灯也比较正 是 好的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这个开间有 我们看看 有 现在是4米2的 4米2的 没错 我们看到这边 就是露台 这里 露台 其实 你可以 死鸡放在那边 就是 你自己 可以做到死鸡 的櫃面 都可以做到 就去挡住 这个露台 就 看出它的景 就看得到 就看得到 我们看看这个朝向 先看看 这个朝向 就是朝南向 南向 南向 看着园林里面 看着园林和幼稚园 如果怕吵 我们可以选高一点的楼层 这是4楼 所以 比较 比较 跟着幼稚园 我们选高一点的楼层 看着园林 就比较舒服 那介绍这套楼 我们现在 大概要 如果终于 这个单位 现在是有 Date首期 Date首期 这个发展商 是要送了 首付 首付给你 当然 你就交 六万多 六万 四千多的首期 30年的月工 大约6千多左右 等于 你总共要付的价值 就是 116万左右 116万 好 就差不多 装修的全部都 完成了 是的 你不用弄了 我们先看 第二个单位 我们看到 出来这边 就是一个公共区 基本上 它的阔谷也很阔 其实 这里是两厘四伙 我们看的 这个阔谷就有 有独立这一块 这一块 等于 通过了 防火门 消防火门 这就是 有一个 幼花园 幼花园 等于是公共区 但是 你自己利用 都是你自己可以用到 旁边其他户都 用不到 我们进入到这里 看到这个 门也是一样 包括这些 发展商的门 这个 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 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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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那么大 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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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套是127平的 四房两位 南北通透的 一个 南北通透的房 我们先介绍 先介绍厨房 我们进来厨房 厨房是一字排开的 厨房 可以 两个人或者三个人 同时做饭都可以 三件套这些东西都做好了 这个仓 这个仓比较大 我们通风 长江都没问题 这里预留了一个 雪茄位置 然后 都比较温馨 出来到这里 就是我们一个 餐厅 餐厅 它已经放到四房位 跟刚才那些差不多 其实你再放一个大一点 餐桌也可以 放一个圆的 就可以坐得太多 因为这个示范单位 是南北通透 所以这里打开的仓 还有阳台 是通风 而且彩光这边 是没问题的 这个楼台也是全尽送的 它不计较 产权面积 这是飙瘡 那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厕所 这个厕所是 水扫台都要放在外面 这里面就是 坐姿和轮浴间 这个轮浴间就够大了 基本上两个人 三个人一来都可以 没问题 坐姿这个位置都够 这个 厕所 非常之宽 我们看一下 这里第一间房 第一间房 摆了个 应该是Mate 8 差不多 Mate 8的墙 然后这里有个飘窗 这个位置做到顶的 衣柜 还有横桃桂 这个位置摆回来 其实你如果做到 可以做一个塔塔尾 带回这个飘窗 就很富裸了 你看到这里 整个空间间 就非常足够了 这个彩光面 是 看着圆灵的 但是其实这个房间 其实这个房间就有点 小小 给个人的单位遮住了一部分的颈 但是采光是没问题的 OK 我们看一下 嗯 第2个房间 这边 这边先 这边呢就是 摆了个 Mate 8的墙 还有一样的飘窗 这边的 信号柜和衣柜 衣柜都可以做 其实来说这个房间的 面积都够用的 包括这边的摆货 都是比较够用的 其实都连续 介绍 包括这边的 你想 利用的飘窗是比较足的 这个房间 好 第3个房间 咦 第3个房间 这边就是利用了这个飘窗 就做到一个 榻榻尾一样的 就连这一块过来 这里就做到榻榻尾了 这里整个一个过去 这个床和 摆个床头柜 做到的衣柜是够的 这个位置是有的 出道这一块是有的 这里 出来这边呢 这个就是一个 洋桌 这个位置 一半 你去用一半 等于说这一块 就可以封锅 交楼之后 封锅 可以做一个 功能房 或者是你去 做多一间房 都可以 其实这个房间 看起来的 其实这个房间就看起园林就非常之正的了 可以看到这边的泳池和这个园林 旁边的幼稚园 整个这一块是180度 等于说是 我们看一下 那边的 第四个房 第四间房就是我们的主要房 这里就是一个 套间的 厕所了 包括这些 死扫匙和座序 包括楼梁 楼梁这个位置 和第一个厕所不同 就是 小了一点 这一块 不过一个人洗澡 完全够用的 然后这里有个 窗 彩光 通风都是没问题的 包括我们来到这里 看到这个 主要房间的里面 都比较阔 你放一个 Mate 8的墙是完全OK的 包括长途柜 还有做到顶的衣裙 这个位置都够用的 然后有个非常之 正的地方 就是这个飘窗 这个飘窗看出去的 景就比较远 比较阔 如果你买一些高层的单位 可以看到到非常之远的 远景 还有旁边有个 有条 有条河穿过 所以看出去就比较正 旁边那边就是 五月广场 很近的 走路都可以看到 没错就在那里 五月广场 OK 我们这个单位 就看完了 这个单位现在是 127个房的 三房两厅两围 但是其实 我们数过这个是 四间房 四间房 四房 没错 这是四房 127个式的四房 你都可以 有个 第三间房 外面有个洋台 你都可以再改一下 去改成五房 我们现在到这个客厅 这个客厅 好大 这个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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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差不多是四米二 四米二 很浓 包括这里放个梳化 放个 茶几 还有很多空间 可以走动 可以走动 然后前面放的 电视柜 还有 电视场 放大一点的电视 完全可以的 然后坐在这里 看出去 这边可以看到 河景 和旁边 然后可以看到五月广场 商场就是我们对面 对面商场可以看到 里面有些 大型热门牌 所有大型热门牌都在 它比万达还要带1.5倍 这个商场 是的 里面包括有天雄超市 这些全部都有了 是 这边的露台 比较少一点 因为这个露台来说 比较少 但是因为 第三间房 有一个 送的 一半的露台 也是一块 所以说 这里可以放了洗衣机 这个位置 放一些 有长青的用具 还有 浪山的地方 完全都各用的 你那边用一个 那我们出一下 它的朝向 朝向是东北 但是胜在这个单位 它是南北通透 对流的 对流的 他们採缸和通风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问题 没错 然后这间单位 就是说 如果买的话 就是这个 就是差不多首期 就是六万五千多 六万五千多 月供就是六千多 对 六千多 然后等于说 总共要付的钱 就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 一百二十四万 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今天两个单位 我们都看完了 今次和大家介绍的单位 可能 面积是大了很多 这个面积 是的 需要一些大壶 可以联系我们 这个楼盘 这个 这个山远、柔和园 其实做的壶益是比较大的 是的 这个远区 生活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在这里说 坐下来说 嗯 稍后 怎么说呢 如果买这个远区 你就去到那个曼达广场 还有五月广场 还有飞雪山的业田 都非常之近 然后呢 这个远区 略画比较高的 达到百分之七十 然后呢 这里的日注是非常之高的 达到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日注里 就是这边买东西 出行都比较方便 你去到惠阳站 和沙田站 都可以坐巴士 就到了 是 另外你自己打车 如果去到惠阳站 都很近 就是十分钟左右 你可以去到惠阳站 你去沙田站 差不多就是 半小时之内 都可以去到沙田站 上地铁 所以如果 你如果从香港过来 交通方式 就比较多样化 你如果说 想自己开车 旁边的地方 就是自动出口 高速出口 都离我们非常之近 所以说 买在这里 去哪里都比较方便 因为这里是整个 中心地币 中心区 你可以觉得这个发展商 现在是 有作为 宋首富的一个 政策 一个政策 就是你可以 给个 几万元首期 直接供楼 是的 然后你买的 带来装修的 硬楼 即买即住 是的 就非常之 非常之OK的 你如果说 手术上 资金比较紧张一点 或是你首期就拿出 六七万左右 直接供楼 是完全OK 没问题的 想买这些大单位 这么大的单位 基本上是 在 中心区附近的 买这些大单位的 合乎是比较 改善的 就是 中意 这个环境买的单位 住在这里 非常之舒服的 是的 OK 那我们今天介绍 就基本上到这里了 是的 如果有粉丝想 了解 我们这边的单位 可以交我们的 微信 微信 我们上方有个 移动码 数码 帮助我们 以及 我们直接 打电话也可以的 我们有全程 送车 车则的 福尔 没错 车则 车受理 去关号 指导 看楼 另外一个 我之前也说了 找我们 起家买楼 卖新房 送 开放 冷气机 和电池 是的 OK 那我们这一集就 介绍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